這隻腳就跟馬腳一樣 啪啪啪啪很快 這個叫神心法 在道家是有神心法 現在人會問有沒有這個神心法 我就不太清楚 但是你們看水壺傳 水壺傳裡面 有一個 這個 它是講三十六天公跟七十二地下 這個 這個天公天公這個 星跟這個地煞星 其實水壺傳的一百零八個好漢 都是屬於星塵 都是煞星 其中有一個叫神行太保 每一次啊 這個宋江有事情 叫他 你現在到哪一個城去 別人走十天 他一天就可以到 所以他的外號叫神行太保 怎麼走的 這是夾馬法 左右腳綁上了夾馬 然後練神行咒 走起來的時候 那個地啊 會捲起來 你知道這個土地啊 是平的 本來是平的 但是一啄起來的話 地竟然會撿起來 我告訴大家 這個方法 有點像我們今天到這個 Airport 那個 有沒有 那個 行動的那個 那個 我們好像要趕到很遠很遠啊 要趕到另外一個Gate的時候啊 但中間的它有一條 它移動的道路 那個土地是會撿起來 一直撿一直撿 撿得很快速 那麼你走一步 就等於別人走十步 腳一抬起來就是十步 別人走 要走十步 你只要腳一抬起來就是十步 所以這種法叫神行法 這個在這個 我記得我在那個 六甲天書裡面有看過神行法 神行太保的這個神行法 就是依照這個六甲天書裡面來 水壺傳裡面有這個記載 那麼這個不算厲害啊 這個神行法不算厲害 我們以前我們武俠小說裡面的那個 那個清宮才厲害 我們武俠小說那個 那麼凌空西渡啊 八步感禪啊 這個蜻蜓點水啊 這些功夫才厲害 這個塔血無痕 哇 塔在血上也沒有痕跡的啊 像那個陸地飛行術 塔血無痕 八步感禪 這個凌空西渡 哇這個清宮 我們中國武俠小說裡面的清宮之厲害 我一直很想 哇 太好 這個我講協會的話 我 其實我也是會了 只是我用的是靈體飛行 我用的是星光體 星光體飛行 這種速度很快 很快 清宮也是一樣 神行法也是一樣 我記得那個 我寫那個彩虹山莊大傳奇裡面呢 就寫到這個 那個北施啊 施王菩薩 他用的就是神行法 可以藤吟 可以駕駛 可以駕駛 可以如駛 易駛飛行 易駛飛行 就是跟駛的濕度一樣 你身體跟駛合一的話 以駛的濕度來飛行 就叫做易駛飛行 這個濕度都已經很快了 但是靈體飛行啊 如來的神通飛行 更快 如來的神通飛行啊 到了什麼樣子的境界呢 可以講用意念的 一念就治 例如我現在人在美國 我想要到台灣 我眼睛一閉 一意念說我到台灣 他嚇 他就到台灣 就是一剎那之間 一訓之間 他就到台灣 師尊有一個法 以前常用 現在已經不用 什麼法 我好像我晚上要睡覺 我蓋上棉被 我想我今天晚上 到台灣 到哪一個人的家去走一走 那眼睛一閉 可以實體就到台灣 實際上你的身體啊 不是身體去啦 我身體還是在床上 就是你的星光體 一剎那之間 用意念飛行啊 一剎那之間 就到台灣 那整個晚上都在台灣 但回來的時候 也是一剎那之間啊 他就回 回來了 當初的現象是好像 回出去的時候很迅速 回來導致有一點麻煩 回來啊 就是說 會像 火車頭啊 創火車圍 灰牆頭 弄灰牆心 會 砰一聲 然後 整個車身 會震動一下 也就是說 回來的時候 經常 會這個頭啊 創自己的身體 就是靈魂回來的時候 會創到自己身體 然後 會震動一下 那個狀態 覺得比較不舒服 所以現在少用 我現在用什麼呢 用另一種法 我意念想要看某一個人 我先想他的形象 那麼眼前就出現星光 星星點點的光 螢光幕 然後螢光幕再閃上閃 就調整他的頻率 就變成電視螢幕 就很清楚 那麼這個人就顯現出來 他在做什麼 什麼急時 什麼動作 我講過的 有時候是黑白片 有時候是彩色片 那麼 看得很清楚 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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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經過 就可以看得清楚 這是用現場的看 而是沒有出去的 有兩種方法 那麼出去回來的那一種方法 我聽說是這樣子 只要碰到這個靈體飛行的人 他已經飛出去了 人 靈魂不在他的棋殼上面 你只要當世人 只要把他的身子翻一下 他本來是仰臥的 你就把他變成臥 這個臥倒 或者他本來側臥的 你就把他變成仰臥 他的靈魂就回不來 有這種說法 回來也是很辛苦 可能腦袋會歪一邊這樣 我發覺我有一個現象 出去的時候很舒服 很舒服 可以很清楚地做一些事情 但是回來可能身體的狀況改變 回來就 偏來一點都不行 就倒不下 偏來一點回來 就裝不下 他裝不下怎麼辦呢 還是要勉強裝 裝了就會產生偏頭痛 所以我一直在想這個 當初佛陀為什麼有偏頭痛 可能他經常是靈體飛行 所以施加摩尼佛他的毛病就是偏頭痛 我最近不做這件事情 不想說人家弟子說 哎呀 師尊你 靈體飛行到我這裡來觀察一下洪水 你在講是很輕鬆啊 你花了五 五塊錢馬幣就要我飛到馬來西亞去看你的洪水 看你的洪水回來我靈體飛行 這個回來說姿勢不對啊 回不來啊 不是回不來啦 會得偏頭痛 扭到脖子 很不舒服的 所以佛的神通 佛的神通飛行 是一剎那之間來回的 我第一次到這個泰西幻境 是整個山河大地在底下看的 那個境界真的是很很玄妙 你在飛機上看 比飛機上看得還清楚 那濕度當然又比那個飛機啊 比那個多快 我們想到現在最快的 電光石斧 很快 我們看到閃電 登下 一閃一下的時候 那個速度很快 但是我們聽到聲音 先看到閃電後看到聲音